平洞一处社会住宅正在兴建当中 但却传出造成附近邻居的房子损坏 紧邻的公寓墙面上出现均裂 邻近还有平房也传出疑似被影响而受损 让居民住得很不安心 纯包厂商在事后表示 是因为地下水位突然涨得上来 现场进行内外水压平衡之后 也展开灌浆加固 也会进行第三方的鉴定 但县福乐令这宅先停工 直到确保安元无余之后 才能够在此施工 紧邻的基地正在施工 但别人盖房子我家却裂了 看起来像新的裂 墙面瓷砖大大小小裂缝 不止如此博游路面也遭殃 周边平房也疑似受灾顾 走进屋里竟然出现高低落差 屋壁都裂开了 屋网都卸下去了 真的是他们施工以后的 住户直指就是附近的新建工程酿过 总计要盖地下一层 地上14层的社会住宅 目前施工进度大约15% 这个月8号住户却发现 自家房屋出现均略缝隙 这种建筑物周边所有的地址 就是把它全部都把它稳固起来 盖房子盖到疑似颇及其他楼房 承栏厂商说是地下水位突然涨上去 进行内外水压平衡后 也展开灌浆扎顾 主要是基地有一些 溶水的情形做预防性的停工 第一时间县府派人了解 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先勒令停工 详细原因将进行第三方鉴定 但必须等到安全无余才能再复工 毕竟安居设宅可不能害得别人无法安居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导